刚刚我们看到川普的串身真的能够影响到共和党的党内初选吗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共和党内目前已经有15个人宣布竞选 在过去两个星期里 地产大亨川普在民调中突然串升到第一位 在美国的媒体界引起了轰动 在今天的小夏看美国时间里 美国之音龚小夏要为大家解读这个有趣的现象 欢迎小夏 谢谢 是的 刚刚我们看到川普是一个蛮神奇的人物 他从从还没有从过正 甚至以前还有这个捐款给民主党的这个记录过 那么他这一次为什么能够在在共和党里面 就是突然窜升起来变成一颗闪亮的星星 他这一下窜升啊就让大家都打懵了 共和党里说怎么搞的 怎么让这么一个在他们看来简直是个250 因为他说话直截了当 而且是不打稿的 相当犀利 而且讲的话就不是犀利的问题 他有时候在从政的人看起来 他就是在胡说八道 他不管什么拿起什么就说 所以这个现象很有意思呢 我觉得所有的分析人士就集中在他关于移民的那一段话 说这些移民 这些非法移民是强奸犯 是罪犯 但是在我看来呢 有另外一个现象大家不愿意提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川普在他参加竞选的时候 挥着一个财产的单子 说我已经让最有名的审计行审计过了 我有870亿美元 这是我的全部身家 不过最近出来又说不对 他还不止他恐怕有一千亿美元 所以他的身家是很高的 他做什么发的财呢 房地产是地产大行 他做赌博业 我去过大西洋城和拉斯维加斯都能看到川普赌场 还有像美国小姐的选美秀等等 他做很多这些东西 所以他这里头呢 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我们过去看到很多有钱的候选人 没有几个候选人说 我很有钱的 罗姆尼那么有钱 他敢说我很有钱 他不说我都以前很辛苦出身 我们家有很多艰苦教我什么的 他要跟大众有一个这个 联系 对心理上的联系 不过呢最近这些年呢 这有点走过了头 是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包括奥巴马 希拉里人在内都说 富裕是个坏事 你们富裕都是这个 不是你们努力的 是你们拿别的东西 所以我们国家正是要劫富济贫 是 这样就使得中产阶级 特别是白人中产阶级中 很大一部分小企业主啊 生活过得不错的人 他们就觉得很气愤 是 但这个气愤又不好说 所以呢这一下子呢 大家对这种 劫富济贫政策的气愤呢 就突然就被川普这个挥动 就是说炫耀自己财富的 这个做法呢 就鼓动了起来 所以很多人说 恐怕这才是我们美国 实现美国梦 美国致富的道路 是刚刚你也提到 这个他的这个篡声 已经让许多共和党人懵了 那么您认为他的支持率 还有可能会继续下去吗 还有说就是最后 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成为 共和党的候选人 我觉得不会 这不会有什么理由 因为他很多事情 他说的话 是经不起政策上的推敲的 比如他说 墨西哥这么多非法移民 来我要建一堵墙 我要让墨西哥政府 付钱建筑的墙 你怎么让墨西哥政府 付钱建筑的墙 他很多 他所谓政策性的话 就是随口在说 并没有任何基础 所以呢 在真正就是 当大量的 比较元素的选民 卷进来的话呢 他这个串升一时 每次选举都有 都会出现那个情况 但是我自己认为 他成为候选人的可能性是 极少极少 可以说几乎是零 所以最后这个川普现象 还是可能会 还是会被其他的候选人给取代 每次选举都会有这个 如今是川普就是 因为大家都还没有花钱 出来打竞选嘛 那么川普这个利用 他在这种忽悠劲儿啊 让大家一下 就有很多人 就一下兴奋了上去 但实际上呢 这种忽悠是不能长的 所有忽悠都是长久不了的 是的 目前也有15位 这个候选人是挺多的 那么最后您认为 最后最有可能出现的 会是谁 现在有几个 还有一名还没上来 就是你看像 威斯康辛州的州长沃克 他是就是因为 跟工会打了这么一大架吧 被人就是所谓要撤销 他的州长职务 结果他赢了 他今年只有43岁 他是共和党的新星 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布什总统的弟弟 杰布布什 他在募钱为止 就是他募捐的能力非常强 他募的钱 是民主党最大的明星 希拉里的五倍 哇 这是非常大的数字 对 好的 我们非常这个选举的 有关美国选举 值得观察 还有这个了解 也希望小夏持续 我们关注 然后并和我们观众朋友分享 好的 谢谢这个小夏看美国 那么更多的这个 有完整内容呢 请观众朋友们 随时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查询相关的文章 我们的网址是 VOH